嗯,我覺得它是 當然是天馬行空 然後也是很單純 就是說它的 它的嘗試性比較大 雖然說它接到控制或者是 嗯,或許在 有些東西的控制上沒有那麼隱憾 可是 嗯 它很多東西其實是蠻簡單的 可是那簡單不是 不是說物體很簡單 或是說只有一個 而是其實 嗯,像一個東西放在那裡 然後 它可以 雖然其實這樣看好像我們都拍得出來 但其實我們都拍不出來 我們其實是拍不出來 除非看了它之後 然後去模仿它 可是當然這已經不是我們一開始的點子 就是說我覺得 嗯,有些部分是可以看得出來 它很單純 可是就可以直接拍好 蠻有趣的畫面 或者是 嗯 像是其實我蠻喜歡那一張的 嗯 它的擺設 就是你問它它一定不知道為什麼這樣擺 可是其實非常平衡協調 它比較 接吊也還 就是也算是比較 舒服的 對 那 有點可惜就是 張數太少 看到的 可以看到的 那個 分析會比較少一些些 可是 它有嘗試的部分 你看得出來 或是其實它是在玩 玩出來的 所以 我覺得就是保持這樣吧 就是你可以要多嘗試多玩一些 對 對 然後 這邊的系列很明顯看得出來 其實那邊的系列也很明顯 這是一個比較 天真 活潑 然後 多彩多姿的路線 對 然後 很有 這個部分很有少女情懷的感覺 少女情懷 真的 少女情懷 然後就繼續創作下去 句點 是 是 它到底是在玩還是懶 有時候是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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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呵呵 嗯